来朋友们昨天早上不是把这个车座给换了吗 原来是车宝包 车宝包这个呢 我把它给拿掉了 因为感觉它有点挡腿 但是我这个一换了新车座呢 这个包就不挡腿了 手键 现在就把它给缝回去 这一天就是好玩 感觉折腾完我就要出发了 新花的针线活还是不错的 我小的时候就帮我妈缝背套啊什么的 再配合一下这个动作 是不是很有慈祥的感觉 幸好还有后悔药 这个壳子没有扔 而且这个布料呢 特别容易缝 感觉上挺厚的 但是很容易穿针 一下子就穿过来了 如果是这个布料很厚的话 你就没办法了 就算了 就不能还原了 我以后老了走不动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手工活来做 我觉得做手工的时候 人非常安静 你说当今这个时代 有什么比这个心情平静更好呢 是不是 刚刚缝好了 外边这个外包已经缝好了 但是 已经明显的歪了 先这样吧 等哪一天有时间 我再把它缝回来 明天就出发了 给小花切点鱼胶 这个鱼胶啊 太硬了 你要是用剪刀啊 可能切起来还挺麻烦的 那网友里边要鱼胶的 暂时现没有货 这个车友们这个胶还供不上呢 为了吃鱼胶 我也是拼了 又买了刹 又买了切刀 一般通常一个人一次的量 就是15颗 然后南澳岛的赤嘴敏 就是活鱼取胶的 啥都不用放 直接干条 炖就行了 炖三个小时 其他的鱼胶啊 都不是活鱼取的 所以肯定是有腥味 南澳岛的赤嘴敏鱼胶 不需要放姜的 直接炖 就完了 简单粗暴 这是 鬼 好了 补气血的话 就放一点西洋参 那如果是想养胃的话 就是清炖 啥也不放 出锅之前你再放一点枸杞就可以了 开炖吧 隔水炖三个小时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的私心出价到了 哎呦 哎呦 天呐 天呐 哎呀天呐 真的这么重啊 哎呦妈呀 这这么重好像真不行了呀 哎呦 一看起来就好扎实啊 没必要吧 但是这个价呢 我看了一下那个网页上 以后可以 摩托都可以放 就是承重非常厉害 难道这是要逼我再整一台摩托吗 又害怕了 又给自己的念头给吓住了 那我可是有摩托车驾照的啊 随心不死 那上午还像个女人一样 做点女红 缝个包包 做点针线活 下午还就是干这个了 玩拖车干了 你说 新华是不是一个四兄同体的人 不男不女 啥都能干 现在来拆这个拖车钩 这个不太好使 换一个 你看我现在一吨一起 根本就不迷糊了 以前一吨一起啊 眼前都发黑 那个班子没有了 这个自行车架还可以放在大炮上边 你看多好 两用 这几个螺丝都拧先来了 然后我看看 你看我就说嘛 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那这个后边的也要移动一下 真扎实 整那么结实干嘛 这真是的 我给你整个好评啊 这个拖车杠 得流起来 万一哪天 再想弄个拖挂呢 之前很多朋友不知道我那个拖挂卖了哈 那最后再通过客服指导 现在是完完整整的安装好了 但只不过是这个螺丝很松 我要开到这个修车垫吧 然后我把它的螺丝都紧一紧 但是这个步骤已经对了 来小兰上轿了 这个孔中间还得拦上点东西 不然太大了 把轮掉下去了 这个小兰的这个设计还是非常OK的 而且小兰她是得过这个IF设计大奖的 我就说嘛 最开始我就说 这车长得好看 是吧 哪是一个帅子了得 这个杆呢 是放在这里 然后又固定这个自行车的 这个位置要绑起来 其实不需要了 这块我就弄个东西吧 可以连在这个备胎上 损个绳就可以稳定了 完美 长这么好看呢 收拾正常了 我之前好像有一个女性朋友问我 跟我留言说 这身边不就是没有男人吗 如果有男人 这活怎么能轮到自己干呢 是吧 就是没人疼吗 纠正你的观念 动手的乐趣 你就感受不到 自古以来就好像是 女人就得必须男人疼 对不对 封建思想 你看国外的女性 自己一个人搬家 开着大卡车 男女是平等的 别要老以为 这个什么东西 男人都得疼你 如果作为一个女人 你老陶醉于 虚寒问暖 那我觉得你的未来的日子 就挺艰难的 没有人疼你 能够